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怎么着 戴姆吗 李家是不是 李肇基家 他是在美国到美国生产 结果弄了三个孩子回来 他就不想结婚好像是 是吧 是结婚了是结婚 但是另外因为生育的问题另外找人生 那么有钱弄三个 现在广东攀语啊 有这么一对富商的这个夫妇 应该弄出八个来 你知道目前广东省公安厅 不是公安厅 卫生厅 省市各级寄生部门 因为这事闹大了 闹大了之后都在调查 说这八个之外他们还有没有 这俩夫妻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呢 肯定是要处决 不是处决 判决 进行审判 处理 就是什么机构 医疗机构 给他们生的 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要处罚 为什么 他生八个出来有什么问题 说知情人说呀 不是这夫妻俩想弄八个 说这八个是怎么弄出来的呢 他们俩也是生不出孩子来 生不出孩子 就不孕不育嘛 于是呢 就想到试管婴儿 但是试管婴儿呢 你知道试管婴儿就常常生双胞胎的 对 很常见的 因为试管婴儿你 甚至三胞胎都不少了 成活率不高嘛 好像也就百分之三十嘛 所以呢 他们就一下 结果这一弄啊 弄多了 八个都成活了 八个都成活 就能受精卵呢 八个都成活了 说这事怎么办 说夫妻俩本来也是出于保险 说这事听说概率啊 也不是文达文盈 就是也有百分之三十的概率 说干脆咱们这样撒肚子 撒子宫 你老婆 你算一个啊 咱们再通过地下中介 找两个代孕 你知道现在有地下代孕的啊 找两个代孕 三个肚子 一块儿怀 一块儿生 中间只有你看 有两胞胎 三胞胎生 呱一下 最后八个全活了 现在家里请十一个保姆 反正他有钱能够处理 说一月至少十万呢 也是问题是有钱也不能犯法 他可能是说法律 像在美国 香港 都是不能请代母的 不能这样生法 那到底为什么会有医院替他做等等 这个当然要看 这就是地下中介 对 可是我好奇在于说 难道他没想过 假如真的都成功了 这是出来八个 不是他所愿的吧 虽然他养得起 他没有 因为任何的 我们做普通的手术也好 合法的 当然是 总有医生会跟你谈 甚至不仅是医生 因为医生会处理医疗的部分 会有辅导员 他会跟你谈 OK 那情况 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做变性手术 从男变女 女变男 他一定要你跟精神科医生 谈了半年 一年之后确定了 因为那种事情很难回头 甚至说回不了头 等于是说你做了一个新的生命出来 不管是一个还是八个 回不了头 一定会有积询会来谈 因为万一都出来了 怎么办 不仅是犯法的问题 有八个这样出来 所以说我好奇说 那部分很明显就没有了 因为你真的有医院 不合法替他做 当然可以追究 可是怎么会没有按照一个程序 或者根本没有这种程序 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要看 有钱能使鬼推磨 而且你这中国医疗机构 那个卖肾的怎么卖的 那就半夜医院不上班 手术室亮灯了 架进来一个麻醉了 把肾割了 走了 那你说那都是怎么 那都是医院的 所以也不用质询说 你要不要卖肾子 对啊 不是 真的强迫卖肾 是强迫的 临时后悔了 那就容不得你后悔了 架的手术室就给割了 不过一般每次谈到这种问题 比如说卖肾 比如说借人家肚子生孩子那种事 我发现在今天每次谈到这一类话题的时候 有一个常见的反应 那个反应就是说 哎呀凡事有个过程 中国现在还处在一个发展中的阶段 发展中 对各种现象都会发展出来 然后这种 比如说你讲这个问题 说不能够 比如说我们在香港 你找人代身 这是犯法的 因为牵涉到一个人身的问题 人权问题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 在中国讲这个呢 现在呢还是太奢侈了 或者说暂时不合国情 对不对 每回都这么说的 但是中国这也专家也有讲啊 说我们的法规啊落后于时代了 说现在好像卫生部门说过这个禁令 就是中国现在这还是非法的 不准搞这个东西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对于这个新出现的一些这个现象啊 我们这个立法 你知道吗 你要没有立法规管的话 地下市场就必然产生 因为他有这个有这个需要 立法是有了 因为现在经常在中国的确 凡事有个过程 我记得我两年前去北京啊 某大学接受培训 在那边住了两个礼拜 每天上课跟内地的教授上课啊 听他们讲课啊 不是我给他们上课 上完两个礼拜 我什么都不记得 而且记得真的 连做梦都记得这句话 家辉凡事有个过程啊 什么呢 我们谈的教育改革 政治改革 经济改革 凡事有个过程啊 可是现在是说 在中国很多方面都有叫法律了 法律不需要再有过程 因为法律很好抄的 你知道吗 都抄嘛 就像清朝 起始太后 说立宪啊 什么君主立宪啊 完全抄日本那个版本 条文拿来抄嘛 很好抄 问题是有了法之后 你怎么样去做 比方说明明说不准了 不准麦肾 不准这个那个 他没人跟 也没有惩罚 当有法律 没有惩罚的话 那完全没有用的 或者说我们会担心说 这个法律啊 抄也没有抄得完备 他可能抄了 OK 在某种情况下 准你去升 准你去器官转移等等 可是呢 不够完备 没有经过 激讯辅导 后面跟进的 那个部分 只抄了一部分 没抄了另外一部分 那倒是 令人家担心的 但是 从法律的制定 到他真正能够执行中间 加辉 也是有过程 我也学到 可是 可是今天 我倒觉得 我们这个大陆的同胞啊 是凡事 最不喜欢 走这个过程的 你从另一方面 你比如说 爱情现在也变质了 对对对 就要结果嘛 那要男的女的都要结果嘛 马上要见到结果 对对 是吧 所以会有这种闪婚呢 会有什么 对 办什么事 是吧 如果需要走什么司法程序 这这哪儿耐烦搞这些程序啊 要干什么 就去干 是吧 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嗯 你知道 反而没有干不成的事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我们生活的社会 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 香港有些事啊 说干不成 真的就干不成 对 找什么七枯八大仪 他也干不成 没有什么用 对吧 行贿你也干不成 对 但是呢 在大陆 对 我就发现 什么叫有能量的人 有路子的人 有背景的人 哎 在他们的手里啊 什么样的人间奇迹 都能创造出来 就经常你说这个 我有个很大的问号 我记得好几次 从内地回香港 经过深圳关口 还是广州关口 都有人走到旁边 小小声说 哎 要不要香港身份证 要不然还有 要不要香港签证 我心里想怎么做呢 我真的给你三千块 三千块 买一个身份证 还是你马上可以拿我三千块 去签一个通行证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人间奇迹 可以在关口的时候 我们难以想象嘛 我们坐飞机去美国之前 有人问你 要不要美国身份证 美国签证 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我去印尼 印度那些国家 倒是会有这些 也是有的 也这样 对 都是发展中国家 对不对 这也很常见 不要我们大国崛起 什么发展中国 对对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这个宋欣也找来了 这八胞胎 咱们也可以祝福一下 他这个你看这排一块 当爹当妈的什么心情 真开心 八个 我天哪 你说 他们对这个代孕妈妈 能够有条件 要求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 是单眼皮 还是双眼皮 都要挑来 就是干这个的人 有很多 我知道 你知道现在啊 男生捐精 当然已经是很普遍了 女生捐卵 也是部分大学女生 这个这个 面临毕业 面临或者说 面临失业的时候 一个一个方法呀 现在大学门口有那个 就捐卵子 卵子当然比精子贵多了 对 我觉得说那个 你刚说 要求单眼皮 双眼皮 不算严格了 你假如真的要挑的话 假如说要做这种事 我要有个 所谓好的后代的话 还要看你代母的三代的 我听一些人说 包括香港的富豪 我看那个杂志说 还查对方的三代 有没有基因的生病 传染 疾病 甚至有没有犯法 犯法我们基本上觉得 不跟基因无关嘛 他那个觉得 所有的都都有 所以其实不仅是生小孩嘛 你记得我们跟又婷 谈过吗 说跟那个名人 名门交往嘛 对方还要查你女朋友的 三代清白 没有欠债 没有丑闻等等 所以这个单眼皮 双眼皮 最基本 最起码 最低消费 我就觉得这个女人 是一种我不能理解的动物 你知道吗 她们很多事 我都觉得很 就是这个物种 不是说物种 就是说 就是都是 咱们都是人 我很尊重女性 但是我是对 她们的这种生理 我确实是永生的好奇 我永生的好奇 你对女人的生理 永生好奇 对 我一辈子研究的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科蒙 是很明显 因为她们怎么敢 但轻的说 是吧 嘎鼻子拉眼睛 这种整容 她们毫无聚色 这就已经是让我觉得 有一期了 对吧 我听她们这个了解情况的人说 现在女的脸上 那比如说垫垫鼻子 这就没算整过容的 这都不算什么了 都不算整整 就不说这个 你说包括另一个 我就原来也提过 我说女的比男的耐脏 为什么 我就说你看啊 那些个找那种大款的 办法就仅仅为了钱 找的 那边男的 要是跟一特别恶心的 大胖子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老年的 一个老的一个女人 如果是卖的 如果是这种 如果不是爱的 是卖的 我觉得作为男人 我很难能够完成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 有些女人身边 站着那男的 就那牛粪呢 我说 哎呦 我脸上冒着油啊 都是那个 这个你怎么能够跟他睡在一起 所以我就 这也是我对女人的一期 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行 而且尤其是他爱上之后 更不在乎男的 长什么样 你说是不是 是 没有 再包括你说这个代孕 一个肚子啊 一个子宫啊 你就怀孕十个月 你知道吗 我有那个就在外边郊区的那个出租屋里 养 养着大概有有十个月吗 出租屋是豪宅的出租屋 也不一定 不是 这中间有这个中介 有这个中介 中介在那租的那种出租屋啊 比如说三房一厅啊 就三房 一个房里一个代妈 就在那怀着孕 时不时的呢 那个就是 这个主啊 就过来看看 而且还提醒 多吃点鸡蛋 多吃点鸡蛋 就给你吃点什么 这个吃点那个 你说这个 这就是女人 真能 这不是 你代孕这个问题啊 在这点上 到跟你刚才说 那个女人怕不怕脏啊 什么那个 没关系 这纯粹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过去一直谴着 最坏的一种情况 叫做人体工厂 就比如说 一个人如果到了一个地步 要卖血 卖肾 卖子宫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人体工厂 所以这是伦理 他到了最后 是要拿自己的身体 但我们每个人都在出卖身体 对不对 我们写作啊什么 也都在出卖身体 但是我们讲的这个事 具体到出卖某一个 我们过去认为 很神圣的器官或什么 这一般现代的人权观念底下 觉得这是一个 很糟很糟的一个事 但是我觉得中国 还是发 好像凡事有个过程吧 对不对 前几年我们卖血 卖掉整条村子都爱滋病 是不是 所以你 我觉得这好像在今天中国 好像 为什么我们那么富裕 一方面 但同时我们仍然觉得 这是可以的 它法律 我觉得还是 说到底 它法律还是不准 可是就像你刚说的 从有法律到落实 执行又有过过程 还有说我们刚写作 不是卖身体了 我们卖劳力了 我觉得卖劳力的过程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卖劳力唱歌 写作什么都可以 劳力技术等等 卖身体不准许的概念在于说 第一个可以有宗教的概念 假如在西方 上帝 你身体是上帝给你 所以我们连自杀都是犯法的 你不可以自杀的 在香港也是 第二个是说 它一定要假设 每个人这个基本身体 肉身的存在单位 一定要受到最严格的保障 完整的 它不能给你去卖的 因为逻辑上说 身体是我的 为什么不能卖 我可以分割的 对对对 可是它这个一开出来以后 整个人的生命的保障 就受到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基于宗教 基于说整个社会的迭续 最完整的假设 你是一个完整的身体 是不可以卖 那照这么说 你们是反对这种行为 当然反对 但是为什么西方有些国家 好像是有条件的 似乎是 否则那李家 为什么能在美国生杀呢 这里面有法律问题 但其实我觉得在美国身上 也是很诚疑问的 这是当时很多人 很多立法会议员 受到追究的地方 因为美国以我所知 法律其实不准许的 尤其是美国这样的 一个基督教国家 因为基督教国家 特别相信 刚才嘉惠讲那个观念 他认为你的人生的完整 是神圣的 就算你不信基督教 不信天主教 他也会认为 一个现代人的身体的完整 是一个人的尊严 不可剥夺的一部分 假如你说我的身体 是我的财产 我有一个调动我财产的 使用权的方法 来调动我的身体 比如说我今天卖肾 明天卖指购 后天卖血了什么的话 那问题来了 假如今天比如说 有一个人 说要来拿刀砍我 说我只要给他多少钱 我给你砍掉胳膊 然后我们有协议 说我自愿让他砍掉这个手 他砍了爽 砍了舒服 对不对 这难道犯法吗 他就有犯法 但他这就是犯法 为什么 因为他还是商人 你不能够说 因为我卖给他了 这条胳膊 我让他执行 这个砍手这个动作 让他高兴了 快乐了 我就能够卖 这是不行的 因为这是你整个人 在法律上你的完整 你的尊严 都跟你这个身体的完整 是相关的 所以咱们现在讲 只能捐 不能卖 对 只能捐 但是以神通广大的 中国人来说 你只能捐 我们可以说好吃 他捐的 他自愿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 给他钱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这个广东省 继生为主任 批评八胞胎事件 批评的多明白 超生且违法 超生 超了七个 但是我怎么还看到 一个新闻啊 说他们有人找到了这个女母亲 这个母亲在电话里说呀 说八胞胎啊 我只能说这是个传说 他说不是事实 他说照片是影楼批出来的 这是合成图片 没有这回事 这咱就弄不清楚了 但是你们说啊 真的那没有觉得 不能生孩子 不孕不育的 这个怎么办呢 你们又觉得反对这个代孕 你说生不出 还是有很多技术的方法嘛 人工 就试管婴儿什么什么 这都是可以 那另外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 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 一定要做得到 生不出就是生不出了 所以可以安排没有小孩的家庭 去认养 去认养 领养 寄养家庭 有些香港有些寄养家庭的 有些孤儿 OK 他先放进李嘉 他到了六岁 或者八岁上学 他又回去了 回去学校 回去集体的孤儿院什么 有不同的方法 所以是很多观念的问题 比如说像 刚才嘉惠告诉我 我之前说错 我们讲香港那个富商李嘉 李嘉 他那个长子 他是没结婚 或者是不愿意 也不愿意结婚 他没结婚 但是在美国反正有个代母 给他生了个孩子 那像那个情况 为什么当时很多人批评 就是说他后面有个观念 就觉得好像这些富商 这些老派的富商 总觉得这个香火要传下去 还有个财产继承 对有个长子 长子必须要生孙子 孙子必须是男的 而且得这么样 这个财产传下去 所以我们被太多这样的观念束缚 使得我们觉得 必须无论如何得生 生到最后生不出 那就是找代母或什么 但实际上这个世界的情况 就像马家辉刚才讲的 这些就是有很多东西 是不是你心想事成的 你做不到就做不到 你没有就没有 咱们就不能 就较接近 咱们就不甘心了 所以你看 咱们什么事都要做到 那就不能做不到 不可能 没有你要做到 你就继续努力吧 我倒是想起你说不甘心 我想起我父母亲 有一对夫妻朋友 生了七个女儿 她家里很穷的 我记得小学后去她家 还住在香港的木屋区 还养鸡了 鸡到处拉死 我觉得我小孩子就好脏 受不了那种环境 然后可是她就生一个一个 我问我妈为什么她才生 她说要追男孩 这是那种传统观念 结果生了七个之后 第八个才出来 你想一下七星半月 多么宝贵 后来过了一个年纪 就非常快乐 因为七个女儿 嫁给男人 然后嫁给丈夫 然后每一个 那个叫什么女士 都拿红包回来 她晚年的玉子就好过 可是你说你就是要争 那你就只好积极努力了 可是到最后 她是幸运 第八个 第八个是男的 假如第八个不是 我看她还是继续生 我记得听父母亲 什么在背后讲 其实她老婆也不太愿意 可是她好像强暴一样 还是有点生 她没有办法 家暴 家暴传统观念 我看有些时候 这夫妻俩你知道 为了生孩子 把他们这个性生活 都弄成什么样 我觉得真指 这人呢 用各种的计算 计算算的 你几乎觉得他们做爱的时候 穿一个白袍子 实验室一样 我今天就赶快 我今天早点走 我老婆排卵机 喝为红酒吧 今天不能喝酒 今天回去你制造 怎么能弄成一个 这个样的事情 我觉得很烦人 问题是假如 我们不 怎么讲呢 我们不希望有那个事情的人 当然觉得很烦人 对他们来说 那是一生的价值所在 那像我刚说 我那个叔叔 对吧 没有一个儿子 对他来说 这个生命 一点意义都没有 觉得就惨了 我一辈子 现实生活已经很穷了 连一个儿子都没有 我还是人吗 对他来说 这是个很强大的观念 但是这并不是 天经地义的观念 生物上讲 是天经地义的 生物上讲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